謝謝主席 看回政府回答我們的問題 和剛才副局長所說的 其實都是沒有回答我們上次提出的問題 我們明白現在中央送的一些中藥中成藥 就得到豁免 但是我們習主席如果你都記得 我們上次會裏面特別提出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很多團體 是購買了一些不是中央送的 或者不是香港版的一些中成藥 但是都是屬於那三款現在國家的治療新冠的中成藥 就已經是一些團體購買了 也都在我們很多義工的手上 或者團體手上是可以送給市民的 但是這些是沒有獲得豁免的 如果是正版正貨 只不過不是香港版的 我覺得其實都應該獲得豁免 讓我們這些手上的藥都可以送給市民 我覺得中央送給我們固然好 但是我覺得政府也應該要善用民間的力量 如果我們民間有團體都是買得到這些藥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有豁免呢 只要是正版正貨就應該可以獲得豁免 所以我也很希望局長不要經常告訴我們 政府會考慮和跟進我們提出的建議 現在是我們已經提出了建議 但是你們考慮極你們都不去跟進 我們現在的藥是否會浪費呢 現在我們義工是否要冒著犯法的險 去將藥送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呢 這是第一 第二我也想提一提 其實除了這些忠誠藥之外 我們也有很多中醫都告訴我們 現在我們那些可以治療新冠病毒的這些相關的 一些坊裡面的譬如果粒 飲片那些 其實現在過關都是很有問題的 都是積壓了很多都是過不了關 來不了香港 我也希望你們都真的重視中醫中藥 可以治療病人 在以往我們國家那麼多人確診 其實都是沒有西藥治療的 基本上都是靠中醫 中藥和結合可能一些西藥的 其他的方法是沒有效藥去治療新冠病毒 而是我們國家的死亡率都是很低的 所以證明國家我們一直用的方法 都是可行和有效 也是國際認可的 所以希望你們都是重視我們可以用的這些資源 除了豁免我剛才說的中成藥之外 也都是盡量幫助 一些我們需要來到香港的中藥可以來到香港 謝謝主席 雖然時間剛剛到了 我也會稍微寬鬆一點 就是開頭這幾題 那麽有什麼困難 那麽有什麼困難 你們現在說 令到可以更多可能在內地批了的中成藥 在另外總之那些市民是可以 已經可以去購買了派發的話 那麽有什麼問題 那麽有什麼問題 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這些疑問 你們解釋了 大家可能會減少了那種誤會或者誤差 是的 主席 因為我們上次說得很清楚 你都說我們委員會提出 豁免獲國家藥品監管 那麽有一個批准用於治療新冠病毒的藥物 那麽怎麽不可以一籃子那麽批准呢 是的 局長我真是想你回答一下 因為今天我希望大家聚焦 還有給一個機會你們解答 因為在社會上就有些怨氣 怨言 那麽你們解答真的 譬如是從究竟什麽角度 是不可以這樣做 又或者當他們已經有這些課源 他沒有辦法派了 那麽你建議他們怎麽做 是讓你們去戳一些印 還是怎樣 那你可不可以具體少少回答 各議員的問題呢 好 謝謝主席 那麽首先我們非常之認同 既然國家委健委都已經在 他的新冠肺炎診療手冊那裏 都有這個中藥的藥方去處理 一些特別是輕症或者初期的病人 我們覺得中藥在這方面 一定可以發揮他的作用 那麽第二呢 也需要多勉多謝 剛才議員阿葛議員提到 其實很多可能民間的組織 都會樂意去做一些派送的工作 讓多些人可以拿到這些藥 適時去運用 那麽但我也想強調 就是藥始終是藥 就是無論哪個地方 藥物的處理都是要小心 為什麽藥物要註冊呢 就是因為要確保品質和安全性 這是不是國際通用的一種角度來的 那麽關於在不同地方 他批的藥 那麽我們其實是知道 這個議員多次都提出這個想法 那麽其實我們不是說沒有跟進 不過只是需要更加仔細去考慮 當我們會在一些不同地方 無論他是不同的程序 就是拿了一個牌子的藥 怎麽樣可以進來香港 但是同時間任何一個市民 當他面對市面上不同的人 不同的店鋪 不同的方方面面 看到藥物的分別是不合適的 我們要停行很小心才做決定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跟進 不過只不過需要多些時間審慎 去想一個好方法處理這件事 謝謝主席 主席 其實我在衛生事務委員會 我也有提過這個遺體處理的問題 當時我想整個禮拜前 我們都已經收到一些 兩邊的投訴 或者一邊的家屬 時間拖得很長等不到 找不到 這是一個很傷痛的事情 另外就是遺體處理的前線人員那邊 也都遇到不同的問題 我想政府不可以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二千多人過了身 每一天我們都有二百多宗 這些這樣的個案出現 政府還是後子後角 就說不知道有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合理的 你一定要縮短那個流程 讓家屬可以知道 那個時間表是怎樣的 還有現在我們是面對疫情 我們是要特事特辦 你不可以說全部事情都跟以前去做 如果你跟以前去做 你只會不斷去積壓的 我不需要自己去積壓的 而且我沒有選擇 因為我真的會出現 你要去買到錢 那就不覺得想 Rule 沒有拿到錢 另外現在他們也說你將那些新冠過身的位置 和那些非新冠過身的位置 你擺在同一個臉房 擺在同一個凍櫃 其實也都令到那些處理人員更加容易 更加有風險不得已 而且處理起來也更加繁複 一連串的問題 我和我們民建聯的議員都會再寫信給你們說清楚 希望你們也盡快去處理和盡快去回復 這些情況是不可以延續的 你一定要給親人有一個很清晰的交代 謝謝主席 好 接著是簡惠敏議員 主席 剛才是王宿主長 我有一點回復 其實殯儀業的前線員工 他的裝備和做處理遺體的方法 我們是非常重視的 所以其實在2000年 我們已經和醫管局和衛生署制定了指引 亦都給了業界 有見及第五波疫情 我們其實3月3日 都再搞了一個網上的研討會 就是請了衛生署向業界講解 如何妥善處理的遺體 包括新冠病毒病過身的遺體 而因應業界他們亦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明天已經邀請了一些傳染病專家 這個額外都很重要的 主席 是有很多資料 香港人 就會有很多資料 這邊的話 我也要有很多資料 就能夠對它們來看 做我們很大的資料 但是他們沒有做的資料 我們沒有做的資料 他有很多資料 他們有很多資料 我們所有資料 我們有很多資料 我還有很多資料 我們來做的資料 包括資料 我們每次都不會做的資料 我們是可以做的資料 大家就做成了資料 負責任 殯業的那些人士告訴我們 他們不是不想買是買不到 所以昨天前線的遺體處理員工直接找我 我都不驚訝他老闆 因為我要去做了 但我都沒有裝備 我們臨丘臨忙 馬上去送這個給他們 其實這些情況不應該出現 你要保護前線的工作人員 你們不要只給指引 叫你們自己去搞定 我們跟業界溝通的時候 也跟他們就這個問題說了 如果議員就個別的個案 你察覺到這個情況 或者你把資料給我們回後跟業界跟進 我覺得主席應該同樣 中央提出要求要這些保護衣 然後你分配下去給他們業界去用 因為他們自己買不到